玉里里安诊所的韩建国医师多年来研究了中西医合并技术 韩医师表示传统的疾病除了手势以外 大部分都是用药物来治疗了 他也发现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以架铝身、镭射、光速 对人体的特殊功能可以治病得到很好效果 台湾已经有很多家的医学中心在使用 也发表了许多篇研究报告成效令人欣慰 玉里的里安诊所韩建国医师多年研究中西医合并技术 韩医师说传统的疾病除了手术以外 大多以药物治疗 他也发现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以架铝身、镭射、光速 对人体的特殊功能来治病得到良好的成果 台湾已经有多家医学中心在使用 也发表了许多篇的研究报告成效令人欣慰 能够努力当医生要努力降低病人的用药 那减少病患的开刀的这个机会 所以在药跟手术这一部分 药物用的多就是不好 那药要吃的少 那手术要开的少 那我们努力的部分 在结合中西整合这一部分 就是把针刺跟光疗这一部分做配合 其实是效果非常的好 三个月前治疗一位70多岁妇人 瘫痪三年无法动弹 生活必须由80岁先生抱着才能上厕所以及移动 诊所在长照居家失能访查之后 给予针刺重要穴道以及光疗后 目前已经可以自行的移动 坐轮椅时也能用自己手撑起来 不像是长期卧床的病人 目前治疗还不到两个月 把这一位瘫痪三年的病患 他70几岁又很严重的谈尿病 能够从瘫痪治疗四次 然后再两个礼拜就可以 不用靠他先生抱来移动 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 韩医师多年来实施针刺治疗 多次在国内外医学发表治疗成果 近年来增加光疗 两者病用在治疗病患明显减少病患服用药 以及增加治疗的成效效果即将 如今扩大的治疗项目 以求服务治疗更多病患 记者高双双预理采访报道